我愛你 皇上晚上這個時候 通常還跟非兵玩一觸一觸一觸 為何皇上今天這麼早睡 難道皇上不想見我? 不如我叫我家老爺跟乘相說清楚 說整件事都是一場誤會 酒不是二嫂養的,那就行了 是呀,好主意 不如順便跟皇上說 其實我夫人讓的是另一種蜜酒 叫皇上嘗嘗 如果皇上嘗過也覺得好吃 就封著它當乳酒 一來可以救人,二來可以多賺一筆 那就一舉兩得吧? 我只是想幫忙想辦法 那你留在這裡也幫不了我 回去睡吧 好吧…那你也別這麼晚了 行了,回去睡吧 今天收到一封信了,是給你的 在桌面 你不過了十五才說 回去睡吧,晚安 來… 晚安 一半人替我包圍前後門 包括九龍 另外一半人替我進去搜 是,大人 田大人 這裡是蘇府,怎麼可以說收手 田大人,究竟什麼事呢? 蘇東坡大人呢? 蘇大人剛剛不在府中 城上大人親身下的首齡 絕無花甲 護賈府衛 蘇大人說話客氣點好 說不定你們這裡個個都是同謀 把你們全部抓回去都沒遺過 天大人,究竟你要搜什麼呢? 給此記事堂寧,何妨說一聲 蘇夫人昨晚遇獄,蘇東坡嫌疑最大 不可能的,二哥昨晚才說想辦法 他一定不會劫獄 高高大人,找不到蘇大人夫婦 高興公貴,今早你們有沒有見過老爺? 我們今早起床已經不見老爺在這裡 是啊,無論如何,我二哥不需要劫獄 現在蘇東坡夫婦二人 生不見人,死不見事 不是了,兩位大人都是除外入宮 一來可以向皇上有個交代 二來可以幫忙找蘇東坡 依神如見雖然未抓到蘇大人審問 但是蘇夫人月玉一定是她的全盤計劃 相信二人已經潛逃 皇上,蘇大人為人光明磊落 應該不會這麼做的 皇上,根據玉卒所說 劫獄的是一個武功高強的女人 家興向來也沒有跟江湖人士交往 此事應與家興無關 皇上,武功高強可能只是欲出砌池 掩飾失職 神認為不可以抹殺蘇大人 喬莊女人的可能性 他扮女人? 的確有這個可能性 神認為蘇東坡扮女人劫獄 罪犯滔天 應該先夾接,後通緝 皇上,這件事還未查清 恐未能一口咬定 你們說蘇東坡扮什麼女人劫獄? 他會喬莊三姑六婆 還是呂飛賊黑野貓? 皇上英明,眾所周知 家興只懂得養生器工 並不懂得武功 皇上,又哪有氣力去劫獄呢? 他那些養生器工平時吳聲吳聲 必要時就會變成東坡器工 威力無窮 但是事發至今 蘇東坡和他夫人都不見蹤影 難道他們已經化蝶? 以前有個竹英台喬莊遊學 跟梁山伯編寫了妻美的愛情故事 最後還雙雙化蝶 真是美麗 皇上,你舉這件事 跟蘇東坡那件事又有什麼關係? 蘇東坡這個人知情知性 連劫獄也劫得妻美過人 朕一定要將他的事跡好好記載下來 好讓後世人傳頌 秦卿家,就由你來負責吧 是的,皇上 敢問皇上劫獄一事,是否就此作罷? 當然不是,要繼續查下去 朕不明你們要加派人手去找個情聖回來 不然鑽入得寫在史書上 一定要查 神遵旨 皇上,還沒找到二龜二嫂? 能找到嗎? 三個 你別這麼激動,小心動開氣 師兄 老爺,我們問過所有有關的人 包括監牢裡賭野鄉的阿婆 結論只有一個 就是一個蒙了面的女人救了二舅嫂 我們問過負責守城門的同僚 他們說京師這麼多城門,這麼多人出入 而且最近沒有什麼大案要檢查 根本沒有留意二哥二嫂有沒有離開過 從頭到尾 我都不相信二哥這麼多次一舉 假裝女人去劫獄 老爺,如果不是二伯的話 究竟是誰去救二嫂? 二嫂 那會不會是二嫂那邊的人呢? 先坐下來也不會 如果一樣之外,當然是有人有物 他就不用投靠你們了 更何況去嫁肥波,也要找我出馬 那就是說陌生人就不會去救二嫂 救二嫂的女人一定是認識二嫂的 那會是誰?會是誰? 郡主? 別說郡主不會救二嫂 就算是救她也不用劫獄 她求皇上放人就行了 那倒是 慢著…我忽然想起 我們會不會犯了一個毛病呢? 我們一直都覺得有個錯覺 就是二寇兄和二嫂嫂一起不見 我們就決定是二寇兄的劫獄 你這樣說就是說二哥失蹤 和二嫂是完全無關? 那就是說潤芝不知道怎麼逃獄 就和肥波沒有關係 而肥波不見了 二哥,可能是她的夢行政發作 不知道跑到哪裡了 會不會掉到井上? 不是吧? 怎麼會呢? 我們的井上加了蓋 二哥怎麼會掉下去? 真是的 那就是想來想去 逃來逃去都是原地踏步 什麼線索都想不到 難道昨晚在書房 見二哥是最後一面? 小妹,不要自己嚇自己 老爺,為什麼我們要來這裡找線索? 你說你最後看到二寇兄是這裡嗎? 是 就是說這裡有可能是二寇兄 最後出現的地方 那就要來找找有沒有什麼 蛛絲馬跡藍梯 那就是找什麼? 覺得有任何可疑的東西都找 又是乾朱燈如無垢 找線索 老爺,這裡穿了個洞 是嗎? 有很多雪村人在說那些合意故事裡 那些壞人最喜歡去捉穿紙窗 之後放煙? 原來會不會被人擄走了? 老人勒索? 對,就已經有人問我們拿索金 但也沒有 可能有字條 你醒了嗎? 你醒了嗎? 這裡是哪裡? 你不用怕,這裡就是古裝 是泰君救你回來的 泰君救我回來幹什麼? 不如我扶你出去請安 到時見到泰君 你直接問他就知道了 兒子,東西冷了,快點喝掉它吧 不喝了,娘 泰君,他來了 好嗎? 人知 洪公子,你沒事吧? 人家說別來無恙,我就別來抱恙 多謝人知關心 你進來第一句話,還懂得關心我兒子 也算有情有義 不愧我千里迢迢,帶你回來吧 不知道泰君請潤之來有什麼事? 我是想你以後來在這裡好好照顧我兒子 留在這裡照顧韓公子? 泰君是想你正正式式嫁進來韓家 做韓家的媳婦 我已經嫁了人,我是蘇東波的繼室 娘的意思是你先跟東波兄離義 再跟我成親 只要你跟蘇東波好醉好散 我想你才會回心轉意地替我兒子成親 妄想,我不會離開我老爺 黃日芝,我對你已經很容忍了 我提醒你,敬酒不喝,你就要喝佛酒 到時候就有人做寡婦了 你到底想怎麼樣? 娘,有事慢慢說 人知,娘的座言起行,千萬不要激怒他 否則他真的會殺了東波兄 夫人 老爺 放開我… 夫人,你沒事吧? 沒有 韓太君,你抓我們在這裡幹什麼? 他要我跟韓元成親 真是荒謬,潤芝是我夫人 怎麼可以和你兒子成親呢? 東波兄 不用給我多廢上洩 你想有命離開這裡的 條件只有一個,你要休了黃潤芝 簡直是癡人說夢了 我告訴你,你聰明地放了我們 我還可以考慮一下不追究 要不然,我在皇上面前告你一撞 你真是臨老不過一輩子 你現在被我抓了,還敢替我討價還家? 東波兄,識時務者為進傑 識著你真是這件傑 我識錯了你 搶我娘子,抓我來這裡 還要逼我寫休書 你有沒有利我感受? 東波兄 我沒有這種兄弟 兒子,這盤是我們造莊 不用管他這麼多 蘇東波,一句都說了 你休還是不休? 我一句都說了,夫就休得你休 你不寫休書不要緊 謝謝你提醒我 夫就休得你休 你寫休書也是一樣的 你不用自意 沒錯了,韓太君,你死了一條心 我夫人對我絕對從一而終 你不願意寫的 就看著蘇東波死在你面前 阿芳 阿芳 只要蘇東波死,你就可以名正儀 成功回頭駕 好,那你殺我吧 夫人,你不能死 你要留一條命放長相銀 看看他們母子有什麼報應 要死的我就和你一起死 夫人 阿芳 阿芳 娘,你看看他們,勉強沒有幸福 不如就這樣算吧 鳳輝 我都知道你放過我們了 我這一生只會去蘇東幫我一個人 我不會再害其他人 不行,我兒子對你癡心一片 我一定會完成她願望 兒子,我已經豁出去了 難道你這樣也不諒解娘親的苦心? 夫人 娘,不如再給她時間,她倆考慮一下吧 好嗎? 芸汁,你寫吧 還不快點寫? 芸汁,你寫吧,芸汁 放開我吧? 芸汁 我死的話我不會寫的 你不寫,死的不是你,而是蘇東幫 芸汁,好啊,那我就可以和老爺 做一對同名燕藥 好,我就叫人把你的手指打開 你試試 芸汁,不要和林昕南空 娘,你先出去吧好嗎? 好吧…就讓你們倆單獨相處 該她認識多點兒子你的優點 雖然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我兒子比蘇東幫好千百倍 而且還英俊個肥佬 你先考慮清楚吧 芸汁… 芸汁 芸汁,放開我吧 我求求你放過我們吧 你和我情勉強沒有幸福的 我明白 芸汁,自從我身萬惡賊 身體越來越差 她知道我對你一直未忘懷 所以她就自把自為 抓了你和東幫兄回來 芸汁,但是你這麼大,你為何不跟梁青說清楚 我有,但是她不肯聽 整件事都是她一手策劃 我根本就齊止不了 你要相信我 芸汁,你真的要相信我,芸汁 芸汁… 芸汁 芸汁,你別過來,你們兩母子 一個做好人,一個做壞人 我兩個都不相信 芸汁 你別過來,我不怕你的 我只會去菜刀 你真的覺得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如果真的 芸汁,我當日就不會救你們離開這兒 這裡有個秘道是通去後花園 芸汁,如果沒有老爺和我一起走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走 東幫兄真是幾生修道 有一個可以和他共患難共富貴的夫人 我真的很羨慕 你不用怕 我已經有計劃,救你們離開這兒 不過要偉偉人知理 如果你真的肯幫我們的話 多偉偉都不要緊,你說吧 娘一直都覺得 只要她有休書在手 你就會死心塌地再嫁我 到時候,她就只會怪署拜堂成親的事 疏於防範你和東幫兄 你要我去老爺寫休書? 只要不瞞得娘 娘,洞房花燭夜的那一晚 你就可以從這條秘道通去花園 從後門離開 到時候我會找馬車接你們走 但是老爺現在被太君困住了 他怎麼走? 我會想辦法 通知東幫兄,教他離開 不過一會兒無論如何 老爺,你也要令他寫好封有書 蘇東幫 韓太君,你放了我 潤芝不會嫁給韓蓮的 你死了一條心 你看看 潤芝,你沒事吧? 東幫兄,人知已經被我真情打動 答應下架我 潤芝,是不是真的? 潤芝,你真的願意嫁給他? 我想通了 這條命什麼時候比愛情還要重要 你怎麼整個人都變成了? 是呀,你就當我變得貪心怕死 我這樣做也是為了大家好 那你又說我們生日一起生 死也一起死 那我現在不想死 你真的決定要嫁給他? 對,你就當我們今生無緣做夫妻 豪逸他無緣做夫妻 東波兄,人知還寫了一首情詩給我 不如你過目吧 溫宵夜堂欲諸顏 潤中藏保,藥可攀 共赴模山,桶姿柱 鄉居暗 jigar,玉門冠 NXT,這首詩真的是你寫的 是, 那你現在可以死心寫休書 好, 我寫 乖, 乖, 你動枝耳晴 完全不用動刀動槍 等他們倆動了房 老闆自然會送蘇大人回去 好, 師父, 我們先進去準備一下 先鎖上去 是 大爺 別碰我 我自己走 好, 別碰我 人家知道他煮菜很棒 我都很少聽見他會寫詩 有幾尺尺尺尺尺尺大了一點 宵夜, 中床, 補藥 無山, 居, 渡, 玉門關 太郡, 你看, 他們狼才女貌 真是天生一對 真心喜歡一個人 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因此 孫明說你們兩個八字夾也沒那麼夾 所以太君千辛萬苦 都要你和少爺成親 孫明還說你們今晚一交指示成親 你就會年生季子, 我就會兒孫滿堂 娘, 你放心 我一定會為韓家開枝散業, 傳宗接代 好…祖先保佑 我這個九代單泉 可以替韓家生下一個兩個大人物 就算娘死也死得眼閉 娘, 你一定會長命百歲 乖… 我媽媽, 我們出去看看有什麼要打點 是的, 少爺的婚禮一定要完美無下 是嗎? 你幹嘛? 沒人知道, 我看你的衣服歪了 想幫你把他修好 謝謝 我們拜堂的時候一定要完美 不可以有任何瑕疵 那你的計劃 我的計劃就是, 和你成親之後 你就會好好照顧我 我的病很快就會康復 到時就可以帶同娘親和娘子你 去猶片鳴山大村 那但是… 或者到時我們已經有兒有女兒 或許到時我們已經有兒有女兒 這樣就可以帶同奶媽和阿學媽媽 一家好當當 去到哪裡都可以熱熱鬧鬧 到底他是真心幫我 還是騙我跟他做夫妻呢? 阿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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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覺得這個行業信不通 不行, 我要告訴老爺 老爺, 我先試試看 狗男女, 沒眼睛看 雲芝 放心, 很快就把原堂凍房花束了 這麼先害怕嗎? 不對, 我現在假裝跌倒 老爺一定過來扶我 老爺, 你沒事吧? 我沒事 沒事就快點拜堂吧 我們還算了 韓元他真的想我跟他成親 你想想幹什麼? 沒事 什麼事? 如果我現在發難 這個泰軍洗漆龍頭盤就吐下去 那我就死定了 不對, 先看敵點 還看?我拜堂了 我不管, 數三聲一起走 一、二, 你們倆眉來眼去幹什麼? 還不快點拜堂? 等等 既然今天大家這麼開心 我就喝壽司, 讓大家當阿慶 來 坐下 不用喝了 給我伸著他的口 吃包包了 好了…一起重選,快點拜堂吧 夫妻交拜,禮成… 我扶你去一個棟房 棟房,哥哥,你去棟房 老爺 娘子,委屈你了,我一定會來救你 快點 你們快進去棟房吧 我又要棟房,我又要穿這件衣服 娘,你們全部人都在 我們倆怎麼棟房? 沒所謂,你是我生出來的 何況潤知又不是黃花歸女 你們可以下賬 就算我看不到,也會聽到你們棟房 泰君,叫安仁 安仁,我求求你們回出去吧 好,出去,我要看你們在合膠杯 兒子,多喝一杯 嫂子,我不要喝 你可以脫下衣服給我穿嗎? 我也行,可以… 明天給你穿,帶兒子先走 乖… 還不喝? 好,春宵一刻值千金 娘子,我們喝 好好好,喝完合緊酒就進去棟房吧 我去看看 明明是宵夜,中床補藥,無山,居渡 即是說燒在裡面會有鑰匙 然後去巫山會有車接我們走的 既然我都解釋了,為什麼又沒有鑰匙呢 難道韓龍就真的加過你 讓雲之雙巡他和他相親? 那雲之豈不是倒過水? 沒有了 大人,吵吵貴又不是不夠飽嗎? 吵吵貴又不是不夠飽嗎? 你說什麼? 我問你是不是不夠飽嗎? 不是這句,最後一句 給你一盒燒貴 你正在吃那間宵夜,原本是我嗎? 是呀 好呀…給我吧,我真的不夠飽 給我給我 好呀,笑呀,大人 平時我們有這麼多好東西 就好我們吧 我們喝,我們吃 是… 不要吃了…給我給我 你真是騙我 你真是和你娘合起來騙我們 哄我們寫了書 然後和我拜堂成親東方 根本你就一步一步想我當你的妻子 你很卑鄙 是呀 是呀,我是真心喜歡你 由你是黃姑娘變成蘇夫人 我對你從來都沒忘懷 但是無論我多不想放棄也好 韓某自知大閒張子 根本從來都沒想過要欺騙你 你…我不會再相信你 你不知道 你…你…你的病 我本來不知道自己的病 有多嚴重 娘一直都不肯告訴我 但是我見大夫一個換一個 那些藥越吃越多 身體越來越差 我就知道自己大閒張子 江財娘一定要看我們合金交杯 是因為…是因為她在杯酒上 下了吹程槍 所以剛才你替我交換杯酒喝 我情願我死都不想見到你有事 娘她一直都起疑心 所以她看得我自調 我以前也在門口偷聽過我們說話 人知,你放心 我已經叫了素素放棄了東坡卿 我只會釋放棄了 我已經去鎖了 我只會不想 因為我不想娘她知道 我有心放你走 我只會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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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沒有懷疑錯我 蓉蓉,我真的好想你留下 不過我自己知道壽源短 不可能跟你白鬥刀路 你快點去找東波兄,快點 我不要 我替你拜過兩次堂,我已經很開心了 你快點走,我還要休息 快點走,走 快點,快點 傻瓜… 你走來這裡幹什麼? 我特地來找你 找我?什麼事? 哥哥說傻瓜不停哭 叫外婆過來給你伯伯伯 你別玩了 伯伯伯伯伯又哭了 是呀,不要哭,我哥哥哥 為何那孩子在肚子裡有聲音? 是呀,牠是不是想吐? 來,扭到我的手上,來,來,扭一扭 我… 很冷 我哥哥 那孩子這麼乖,別哭了 他睡了,他沒事了 今天晚上的月光很漂亮 不如老叔出去上去吧 來… 是呀 來 人姐…你怎麼走不走? 你這樣,我不可以走的 你放心,我沒事,你快點走 好,我怕男人會再回來,走 走,我陪你去找凍波慶 你這樣陪我 我陪你去,快點 站住,你是誰?沒什麼武器 別管你,我有刀 你們別亂來,刀叫無眼 我是半官告院,蘇東波 前面? 是 前面 兒子…你為了他,竟然背叛娘 娘,我和韌子拜個堂已經心悶意足 你訪過那兩夫婦 他們不是兩夫婦,你跟他們才是 泰君,你別再鑽牛角尖了 娘,我大閒嘗試 你何苦要連累他們呢?我求求你 不會的…娘子已經幫你衝起續命 你不會有事的 怎麼不明白呢?他現在比之前更辛苦 他知道你要我喝那個催情酒 他幫我調換了 是你何到他現在這樣 你為了這個女人,值得嗎? 娘,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你又要為我這樣做呢? 杭公司…你走開了 兒子,你別嚇娘了 你不會有事的,兒子… 兒子,你別嚇我了,你不可以死 兒子,不要死了 不要死了 兒子,兒子 兒子,夫人,你沒事吧? 我沒事 兒子 寶原她寫了一封信給兒子求兄 懷疑兒子你可能會出事 我看了一封信就馬上趕來了 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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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慶教你竟然不是男扮女裝去救嬌妻 原來只是被那個老女人抓了他 讓朕還誤以為你是情聖 王神,蘇大人為了夫人 連性命都不顧 都算是至情至聖 蠢大人,你不用把我的高帽了 其實至情至聖的那個是韓元才對 對,朕不就命人捨入典籍 那種愛情的偉大 不過蘇慶家,你就要淪為南配閣 無所謂,能夠收拾一條命 已經偷笑了,還哪算得這麼多 不過說不算不算 就一定要跟韓太君算 他老走朝廷命官 師子印刷假官交旨 他真是惡貫滿盈,罪犯滔天 懇請皇上… 重興發落,皇上 是神指派韓太君為朝廷印這批假官交旨 作為支付遼國和約的費用 什麼? 這批假官交旨 已經令遼國的財政崩壞 元氣大傷,再無力入侵我幫 換言之 韓太君是為朝廷立下大功 望皇上讓他功過相抵 皇丞相,你是不是有病? 印刷假官交旨這麼大件事 你連皇上也騙了? 蘇大人,你是不是有病? 這些事當然越少人知越好 而且丞相大人在邊境團兵的計劃 亦令遼國那邊士氣盡失,功不可沒 皇丞相,你做得非常好 其實朕之多之少並不重要 最重要是對大宋好,這樣就行了,對吧? 謝皇上,既然如此 乃念韓太君有功於大宋 且年紀老邁,實在不移酬金 皇上,韓太君差點害死我娘子 難道有他逍遙法外嗎? 不如這樣吧,皇上 神德式韓太君因喪子之痛 變得瘋瘋癲癲癲 如果讓他進入瘋仁村 繼續渡過殘生,也算是一種懲罰 也對,准奏 皇上 嫂興家,得搖人處,且搖人 禁止 皇上,江南古莊韓公園之臣衛 很簡單 沒問題,交給我辦吧 謝謝 能夠為好友劍恩人安放臣衛 我蘇東坡而不容辭 你這個胖子竟然可以這麼大方 對你這個情敵不計前業 我倆月娥開始對你改觀了 你對我大妹好一點 我也會對你改觀的 你大妹不就好 官員安吐的事已經查清楚了 完全是因為陸名院的杯點不乾淨 跟蜜酒無關的 是嗎?那就好了 二嫂,你不用這麼擔心了 來,樓梯,小心 怎麼樣?初遺人武是不是很不習慣? 不知道 聽人家說大肚子會作勾作悶,我都沒有 是嗎?我只想睡覺 我想這個孩子一定是大懶蟲 大懶蟲就始終是你 總之你現在什麼都不要管 有得睡就睡,有得吃就吃,專心養胎 那一線軒就交給貴常看,知道嗎? 知道了 二哥,自從店舖過了一線軒之後 生意真的好很多 當然了,一線軒是我改的 你們改了什麼名字?開風扇嗎? 蛇都糟了,誰有人光顧你嗎? 那不如你也幫孩子改個名字吧 不是,這些你們陳家的事 我不方便加把口罩 免得被一隻河東師咬我 姐姐現在和順了很多 這樣才可怕 無緣無故河東師敲,變成河東花貓 我等牠變成河東豬包 我才相信牠真的改變了很多 貴常,那韓公子這件事就拜託你了 什麼事? 我會讀錯惡官人的 一起包在我身上,謝謝 妹妹 我送豬包來吧 這裡當風,站在這裡這麼久 被風吹了怎麼辦?快點上車吧 知道 貴常,現在大妹粗身大小 你照顧她才好,知道嗎? 一定… 有我照顧妹妹,你放千萬個心吧 最好 二哥二嫂,再見了… 再見了,豬包 豬包 你就是豬包 夫人 這隻九個柳月娥突然之間這麼和順 又不是轉死性呢? 她死了就慘了 我比對手少了 你放心,月娥因為現在知道陳佳有後 所以才對大妹那麼好 你?她這輩子對你也是這樣 夫人果然輸出重點來 我不用怕她讀我了 說了兩句話,有點餓了 夫人,什麼都別說,和我進廚房 你和我進廚房? 看著,小娘子 妹妹,你小心,把手搜我 姐姐行了,我自己認識的 小心點 娘子 娘子,你沒事吧? 沒事吧?還挺舒服的 妹妹,你沒事就好 我沒事吧?姐姐 來…不要聲… 大娘子 不要動我 怎麼了? 我的腰不能動 她總比我好 埋巢我這份愛無 天天去數 怪你跟他結識相愛給我走 永遠不傾訴你,我該可到路 明智空虧 替代也難前步 明智珍惜 努力也無人估保 千空海闊 飛得很遠 偏偏想要 濟心這淚 停留在這位置 已經 剛好 仍然似我不夠好 仍然不知間醉老 良心風景都去好 你卻不有感覺到 而他總比我好 埋巢我這份愛